之前有給各位分享過CTR 2.0 一個專門為AMD處理器進行超頻的軟件 獲得了非常多的迴響 而原本更高階功能的CTR 2.1 提供了額外的PS模式超頻功能 可以讓處理器實現更高頻的單核性能 不過之前CTR 2.1只開放給付費用戶使用 加上PS模式在之前幾個RC版本 也出現了非常多不穩定的小問題 所以我一直沒有更新CTR 2.1的教程和體驗分享 直到2021年5月13日 CTR的作者ONE ASMERS終於開放免費下載使用 並且把CTR 2.1更新到了RC5版本 因此這次也就兌現之前答應過給各位的 更新的CTR 2.1 RC5的使用教程和體驗分享 由於之前忙著處理其他的節目和工作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給各位更新 一方面也是我需要一些時間來親自體驗 另一點則是希望我在分享出來的時候 能夠給各位起到更好的幫助和參考 這次的CTR 2.1 RC5更新了非常多細節 主要更新都是讓超頻變得更加簡易和方便 以及追加多一個PS模式 所謂的PS模式將會分為高等、中等和低等分合模式 高等分合模式能夠控制兩個最佳的核心 也就是能夠釋放最高頻率的狀態 而中等分合則控制四個最佳核心 頻率會比起高等模式稍低 最後的低等分合模式會依據處理器本身的核心數量來分配 最多能夠控制八個核心 隨著處理器負載超出負荷 將會直接換成P2或是負載更高的P1模式 此外各種模式之前的切換已經提高到了最高每秒62次 稍微改善了之前2.0切換模式較高的延時問題 在開始進行教學之前 來說一說使用CTR 2.1 RC5版本的最低要求 處理器必須是Zen2或Zen3架構的CPU Zen3架構必須使用Arkisar 1.1.0 HD或更新的版本 Zen2架構則是沒有特定的Arkisar版本需求 而如果是Zen2 APU用戶 BIOS必須是支持Arkisar 1.2.0.0或更新的版本 簡單來說 現階段大部分主板最新的BIOS都是支持Zen2或Zen3處理器的 而Zen或Zen加處理器是無法使用CTR 2.1的 這點就必須特別留意了 另外在BIOS裡頭有關處理器電壓被頻PBO的設定都保留在自動狀態下 包括PBO2的Code Optimizer設定以及各家主板自帶的AI超頻功能 另外這次的CTR 2.1 RC5需要特別設置防掉壓 依照作者公布的建議 華碩用戶設置在第三集 微信用戶設置在第四集 機家用戶設置在第二集 滑清用戶設置為自動 此外記憶體內存設置盡量以最穩定的狀態下運行 如果是小白就簡單開啟SMP模式即可 了解了軟件本身的使用需求就開始來下載軟件吧 CTR 2.1 RC5能夠在GuruTradic.com下載 當然我也提供了下載鏈接在視頻簡介處方便各位下載 下載完後進行解壓 記得以管理者模式開啟軟件 然後在Troner的選項里 直接點擊Diagnostic進行診斷 這一次CTR 2.1 RC5的診斷時間也大幅度減少了 並且在完成診斷後 軟件也會自動輸入合適的超頻參數在每一個模式中 當然軟件本身所給出的參數都是以穩定性為優先 因此性能的部分對比手動PBO或是PBO2 或許沒有特別明顯的優勢或差別 但是功耗的部分則是CTR一直以來的優勢 如果你想要獲得接近手動PBO的性能 卻要有更低的功耗表現 那麼CTR在診斷後所給出的參數一般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穩定性也相對會比較可靠一些 當然我知道在看節目的各位都是非常喜歡折騰的 而且還是那種不折騰就不舒服的個性對吧 所以這回CTR 2.1 RC5版本也給了各位更簡單的微調方法 基本上你只要在對應的模式輸入你想要的點壓 之後點擊Calculate進行對應的頻率分配 軟件會自動幫你分配相對比較安全的頻率 這對於一些超頻新手而言是非常棒的功能設計 當然如果要純手動輸入電壓和頻率也是可以的 只是穩定性的部分就得靠自己去排查和解決了 另外在底下也新增了PS-Present 當中的ABS和MIS分別對應更高壓力和綜合壓力 這會影響軟件對PS模式進行的自動頻率的分配判定 如果用戶本身的日常軟件一般都是較大的壓力工作軟件 那我會推薦使用ABS模式 而MIS模式則是更適合日常以遊戲或一些輕鬥軟件為主 甚至是沒有多軟件同時多開的需求所使用 將每個模式的參數輸入好之後 開啟AutoLoop Profile以及CTR Hybrid OC 然後將每個模式都進行FDP啟動 啟動完之後再將每個模式進行Safe儲存 基本上每次開啟後CTR就會自動開啟並啟動Hybrid OC的模式 到這裡CTR 2.1 R15的教程就已經完畢了 對比起CTR 2.0來說 這次的2.1 R15在操作上確實更加簡單和人性化 以及讓不少新手在操作上更加容易上手 既然給各位介紹完了CTR 2.1的教程 也少不了給各位進行測試對比 首先來介紹測試配置 處理器依舊是那顆Ryzen 75800S 搭配的主板依舊還是那張華碩ROG Street B50A Gaming BIOS版本為2006 記憶體內存則是10圈的TFORCE TELTA RGB 並且超頻至DDR4 4066MHz 持續為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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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電壓為1.475V 散熱器採用追風折的冰靈280MP一體式水冷 為了就是避免有散熱瓶頸的變量 測試採用開放式平台 並且進行了三種不同模式下的對比 第一個是主板默認的自動PBO模式 第二個則是開啟PBO2 並且已經優化了每個核心的電壓曲線 對於想要知道如何優化PBO2的每一個核心曲線 可以參考我之前推薦的Core Cycle視頻 第三個則是CTR 2.1 RC5版本 參數設定是我自己手動設置的 PS模式分別以4.975GHz 4.875GHz 以及4.77GHz的分配設定 P2模式則是4.75GHz 1.375V P1模式則是4.7GHz 1.325V 測試採用Cinebench R20進行單核和多核測試 分別對比跑分、最高頻率、溫度、電壓以及功耗表現 首先在Cinebench R20的單核測試中 跑分最高的是PBO2模式 分數為641分 緊接著是CTR 2.1 只落後2分來到了639分 而默認自動PBO模式下 單核的跑分只有621分 可以發現不論是PBO2還是CTR 在單核性能部分對比自動PBO 都是有明顯的提升 之後在頻率表現的部分 就能理解為何PBO2能夠顯身CTR 2.1了 擁有5G的最高頻率 而CTR 2.1只有4.975GHz 主要還是5G無法穩定過測試 4.95GHz以及是極限的設置了 而默認自動PBO只有4.85GHz 因此單核跑分明顯落後其他兩個模式不少 再來是溫度表現 我分別截取了測試時的最高溫度 以及測試過程中的平均溫度 在最高溫度下 表現最好的是CTR 而溫度最高的則是PBO2 不過也和自動PBO差距很小 而在平均溫度表現中 表現最好的是自動PBO 其次是CTR 溫度最高的還是PBO2 而在電壓表現中 三個模式都平均超過1.4V 只是PBO2最高已經衝擊到了1.5V了 反應到功耗表現上 PBO2的最高功耗來到了86W 而表現最好的則是77W的CTR 少了足足9W 另外在多核測試表現中 分數最高的是CTR 和PBO2以及自動PBO 明顯拉開了差距 對比自動PBO提升了6%的性能 當然主要差距還是在頻率上 CTR 2.1以全核心4.7GHz的優勢 遠勝PBO2的4.6GHz 和自動PBO4.45GHz 而在溫度表現上 CTR 2.1的優勢依然得到表示 溫度表現和自動PBO大同小異 反觀是PBO2 連280水冷都只能壓到90度 電壓表現的部分 CTR的電壓設定明顯比起兩個模式低了一階 擁有不超過1.28V的巨大優勢 最終在功耗表現中 CTR憑藉著更低的電壓 最高功耗也只有129W 比起自動PBO模式還低 而PBO2就沒那麼好看了 最高功耗來到了150W 平均功耗也有145W 這也就造成了更高的發熱問題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CTR 2.1根本就是神 但是我接下來要說的 則是選擇使用CTR 2.1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首先是處理器體質 雖然說PBO2和PBO2也會因為處理器的體質 在性能的釋放有所差別 但當中差距最明顯的自然就是CTR了 原因是這次我所跑出來的成績 基本上已經是這顆5800S的最佳狀態了 不能夠代表所有的5800S都能做得到 另外由於時間的關係 這次設置下的5800S還不確定在其他的應用上 是否會出現不穩定的問題 這一點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驗證 因此對於CTR 2.1是否是最好的選擇 我得秉持著忠烈的態度和你們說 見仁見智 你的處理器體質以及軟件超頻的不穩定性 很大的影響了使用體驗 雖然說CTR有著非常優秀的功耗控制和調教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對溫度都如此的敏感 對於一些砸了大千做好散熱 就是想要有最好的性能和最穩的穩定性 要選擇CTR 2.1還是PPO2這一點就真的不好說了 那按之後我還會再更新一期 哪一些用戶應該選擇CTR 哪一些用戶又應該選擇PPO2 甚至是不同散熱環境和處理器體質之間的變量 到底要如何做選擇 只是這需要非常多的時間和資源來籌備 因此還懇請各位不要催的太悶 視頻一定會給各位做出來的 也希望今天的視頻可以讓大家更加清楚 更新後的CTR 2.1 RC5究竟有了什麽樣的變化 希望能給對CTR 2.1有興趣的朋友 起到一個不錯的參考價值 那麽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別忘了點贊、評論和分享支持一下 另外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教學 還給到Buy Me A Coffee或通過Touch & Go Wallet 打賞支持我 覺得這次影片意猶未盡的朋友 還能夠到我的Discord群組來一統交流 除了有更多第一時間的數碼科技內容分享 有專區需求建議的 也能夠到那裏尋求幫助 那麽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Kenny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